至於說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有一句話是讓歷代住家有一點困惑的 就是張洞瑾為什麼要強調麻杏甘石湯是無大熱症? 什麼叫做無大熱症? 簡單來說,麻杏甘石湯是肺在感冒的時候本來就已經是很乾燥的肺 這個人也不是一個很寒性的體質 所以他的身體跟病邪在肺,如果肺裡面有邪氣 那身體跟病邪在作戰的時候,很自然就會肺開始發熱發乾燥 那這個又熱又乾燥的肺,他的邁向通常麻杏甘石湯症的人 你把你的右手的寸脈這個肺邁,會覺得平常好像把不到什麼東西的肺邁 現在變成好像在發面一樣,或者是吹氣球一樣 有一坨像是饅頭一樣的感覺的東西,加個鼓上來 那肺邁有這樣子鼓上來,而且還稍微有一點有力氣的 那你就知道肺裡面有那種燥熱之氣悶在這邊 當然燥這個東西是,你自己要從咳嗽的時候 就是咳嗽是很乾的乾咳 就算有痰也是小小一小片的那種痰,小小一小片的黃痰 那如果你當然還,如果你還咳得出像小青龍湯症那個稀裡呼嚕的黃痰的話 那還是回到我們補充講義這個地方的那個小青龍加石膏湯 那就是,那這個小青龍加石膏湯,它就是小青龍湯症就兼有一點發炎的時候 就是小青龍加石膏,要完全的乾熱咳 因為小青龍湯的話,你的幼寸賣通常都是賤賣,偏沉的賤賣 那如果是麻杏乾石湯的話,就是一個氣球一樣補出來的賣,所以應該可以分得出來 那麻杏乾石湯呢,我之前也講到就是它的藥物組合 這個石膏的重量呢,是麻黃的兩倍的話 那杏仁又讓麻黃不要發得太兇,杏仁可以把這個肺氣這樣子穩定的撐下來 那基本上就是能夠潤肺,能夠讓血氣發出去,然後能夠讓肺變得比較涼爽 那肺與大腸相表裏,所以痔瘡消炎也可以用麻杏乾石湯 那這個,就是它的主結構啊,就是又有比較發散的腥味藥,又有比較清涼的潤藥 然後又有乾草這種調和藥,那這個新涼乾潤法,那是,哎呀,我講這個其實真的是多講 這種中醫史上的病例已經開始了,就講完算了 就是明國初年的金方家會認為說,因為你知道,傷寒派跟溫病派多少有一點點對立的時候嘛 所以,比如說江左錦,曹寅的徒兒江左錦,他就說,你看啊,溫病派的營俏散,他這個,用的藥也是新涼乾潤都有嘛 那所以這個,我們中醫的這個麻杏乾石湯,就營俏散那個喉嚨筒,喉嚨稍的喉嚨筒 那用我們古方派的麻杏乾石湯一樣可以飲得很好啊,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我倒是覺得,看你怎麼想啦 就是,麻杏乾石湯跟營俏散,誰比較好的這個選美大會啊 因為像古方派跟後代方派的爭論,比如說,你如果看張仲景的《貴石湯麻黃湯》 再去看那個,張元素的《九味槍活湯》 就會覺得《九味槍活湯》的那個什麼,槍活打太陽精的邪氣,什麼東西打哪條精的邪氣 都是指刮那一條精 那你用罐桂石湯,什麼麻黃湯,柴火湯,你就會知道,感冒不止那一條精而已 所以就會覺得,好像那個後代方這樣子打刮不乾淨 但是後代方張元素,創這個《九味槍活湯》的話,他就反過來說 他說古代方,你辯證都要很精確,那有時候醫生沒有辦法,那麼仔細的時候就會出事 那我這個的話,每種藥都一點點,用起來多安全對不對 可以放藥房,賣誰都可以嘛 就是,他的立足點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要我說,站在一個賣東西的角度啊 我今天又是一個第四台的賣電鍋先生的話 今天我這邊同時送來一個大銅牌的便宜電鍋 跟一個日本什麼什麼牌的那種超貴的便宜電鍋 那個我要怎麼賣,兩種都要賣掉 就是,當我站在一個第四台賣東西的角色的時候 那,這件事情可能的處理方法就是 就是,我這樣說好了,這個賣 賣麻信甘石糖跟賣銀翹傘的不同的賣法是這樣子 就是,銀翹傘比較適合的族群是 你的那個喉嚨發炎裡面,真的有比較多的細菌感染 因為,其實這個賣啊,都是比較肺賣有帶紅花,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都是比較偏熱 所以,比較是處於細菌型的 就是,那這個,連帶大的細菌感染呢 就是,致喉嚨痛的話 這個細菌感染啊,如果是比較細菌的話 就是,你覺得,就是咳出來的那個痰哦 都帶一點那種,腥臭味那種 好像小米粥那種感覺的時候 那你會覺得,好像這個時候 稍微以細菌的角度去,去稍微殺菌一下的話 那,銀翹傘裡面有一些藥,比如說馬伯是一種 菇類的包子之類的東西 就是,那些那些有,有比較特殊指向性的抗生素般的效果 所以,那樣的情況,我覺得銀翹傘是還可以用的 那,如果你要我再針對喉嚨痛,賣這個呃 然後,我還可以說,銀翹傘有一個好用的地方 就是,銀翹傘,欸,奇怪,銀翹傘我今天不是治咳嗽 是治喉嚨痛,我們現在在講喉嚨痛 那,銀翹傘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不要說我這邊是交金方的,我不會用銀翹傘 事實上,我的助教超會用銀翹傘 比如說,他是這樣子 貴之湯陣,又有一點喉嚨痛,就加銀翹傘 對,跟湯陣又有一點喉嚨痛,就加銀翹傘 對不對,當作是一個外掛的,專門對喉嚨痛的噴劑也好 就是,就這樣子外掛進去就好啦 那,那至於說,麻姓乾石湯治的喉嚨痛 只有一個地方是銀翹傘特別不能,銀翹傘特別不能取代的 是有一種病叫白猴,你聽過嗎? 就是,這民國初年的韻鐵橋這位中醫喔 就是,他是好像小孩子喔 他分學金方就因為他小孩子喔,生病都死掉了 就是,他覺得就是用衣在外 就是外面醫生已經沒辦法相信了 可是還是會生病啊怎麼辦 直到自己在家拿出來讀這樣子 所以,那韻鐵橋它的使用經驗裡面發現說 那個時候在中國很容易死人的白猴喔 用麻姓乾石湯的療效比較好 而這個比較好,當然我現在也是說一種非常推論的 非常童話的說法 就是,白猴這個病喔 它到底是感冒還是細菌? 這個,這件不是什麼要說這件事的 因為白猴它的確它的病原體是一種細菌 不是virus 可是,白猴這種細菌喔 它是,當它是沒有被病毒感染的狀態的 健康的白猴菌的時候 是不會讓人生病的 是白猴菌感冒了之後 生病的白猴菌才會讓人得白猴 所以,拔杏乾石湯治白猴 是幫白猴菌治感冒 就是,它讓人生病的白猴菌的感冒痊癒了 所以,它就變成好的白猴菌了 這樣就不發病了 就是,這個很奇怪的特殊的使用點 那現在我們大家都不太得白猴菌了 所以這個話也只是講中醫的江湖傳聞而已 那麼,我們現在呢 認識了小青龍湯的這個治療濕冷咳 跟麻杏乾石湯的這個治療乾熱咳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說 欸,現在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你感冒了,你咳嗽了 你要吃一點什麼,杏仁的什麼東西 杏仁茶之類的 說這個杏仁呢 是止咳又化痰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杏仁完全沒有化痰 它是潤肺的藥 對,它是潤的藥 也就是說你咳嗽如果是吸叮呼呼的水咳的話 其實杏仁是治療那個氣先上來 那個氣上沖平定它還可以用 就是什麼,淋江五味新夏仁湯那種結構裡面 你有一些杏仁可以穩定你的肺 這時候可以用 那或者是說 桂枝湯的那個預防咳嗽加減法 桂枝加厚魄杏仁 因為厚魄偏造,杏仁偏潤 加在一起剛好不造不潤 這樣子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經是一個咳得稀哩呼嚕的冷水咳了 然後人家還跟你講說你可以多喝杏仁茶 還可以潤肺可以止咳 那就好奇怪了對不對 就杏仁是治療肝喘有用 濕咳沒用 這樣子的想法可以嗎 但是你說如果這個人是氣喘病發作 氣喘病發作的時候 你說小青桶湯跟麻杏乾水湯哪個比較有效 兩個都有效 就急性發作兩個都有效 但是呢現在來講的話我兩個都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氣喘病的急性發作 我不是說絕對應該不用這些方 因為張仲錦治所謂的喘字 就是用杏仁媽王族 而且小青龍湯的好處是 小青龍湯可以排出那種刺激你發喘的 好像是挑起你的那個敏感反應的物質 所以兩個以各種項目來講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但是如果現在遇到那種會一下子好像呼吸變得很困難的那種氣喘病對不對 我比較會推薦的就是如果你知道這種小孩子或怎麼樣 就是有時候要噴一下那個對不對 如果偶爾不要用噴的喔 當然氣喘病其實還是要調理基本體質 就氣喘病的基本體質有的時候 不是在腎氣完症就是在腎無糖症 所以你基本就大部分的時候是那種腎癢不夠收束的問題 所以基本體質還是要看到其他腸症去調整 我現在只是說即興發作喔 如果男者有時候就那麼多 civilization 一定的按摩 把牠解除了 是你 你的按摩